大家好,我是说好不谈在蛋子但是不听打脸的鲜鱼子 我是最爱蹭在蛋子热露的鱼子 这段时间在蛋子居然进入访谈了 搞了个记者问答加道歉声明 这个拉垮的男人总是以最出人意料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关键是这个道歉导致路人更加不满 你的周围分配给我们私信 要我们再来一期箱这样的访谈视频 比如说我们抱着好奇的心态再次会问老朋友 这个怒持官媒后还居于唱红歌的少年 这个唱红歌还收费的少年 这个单曲销量破译却依然无法出圈的少年 这个在国内无法出圈却在国外和美国总统组CP的少年 等一下,一个少年唱红歌做工艺 原创单曲碰瓷的都是来自西方世界的歌 跟着苗红却特朗普的CP 我感觉大同你们身份又要暴露了 大家悄悄的把保护倒的公平上好吗 说回赞赞道歉视频 只感觉浑然天成一度分不清是官方道歉还是官方鬼畜 所以我们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这个视频真的在向受伤的路人道歉吗 可能有人会说 肖战的采访视频中是有说道歉的 这不就是道歉视频吗 麻烦刚进于来怒斥一下这个观点 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给这一次的视频取名叫百万UP 分析肖战视频 我们就真的是百万UP了吗 是 差不多就是这种挂羊糖卖狗肉的感觉 小飞侠以为这个视频受众是肖战事件的受害者或者是路人 哪一物 这个视频根本就是为了顾粉飞侠量身定制的 应该叫重粉采访 听着还有点甜甜的是怎么回事 之所以称之为重粉采访 原因就是采访对我痕迹过度明显 整的就像我跟阿玉在一起做视频的感觉 一般线上采访 主持人都会跟采访对象提前过问我问题大纲 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肖战的采访不正常在哪里呢 主持人除了Q的问题 再没有任何临时的有效互动和深入探讨 比如采访里说 肖战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争议 那接下来主持人肯定会问 最底是什么争议 这个争议涉及到哪些人哪些事 你对其中哪部分人表示道歉 按道理你既然来道歉 总要有个道歉对象吧 结果这个正容之中就用争议两个字搪塞过去了 不管有没有吃过瓜的 都不知道肖战到底在跟谁道歉 只有一堆粉丝瞬间高潮了 就这个敷衍的程度 你还不如摆一个提词器 把Q12345全都写上去 然后肖战自己顺着板子演独角戏 这效果也是英文一样的 说不定我还能给你投个逼啥的 所以说这位主持人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洗白工具人 他负责Q的点 也是工作室早就准备好的洗白要点 我们写下了全程的采访员稿 对其进行了总结 基本上要点如下 一 如果说肖战演技不行 唱功不行 那是善意的批评与指振 除此之外 有很多都是造谣与诋毁 那具体哪些是造谣和诋毁呢 估计小微侠局诚信过的那些都能算 而且肖战还说了 他23岁素人出道啥也不会 已经很努力了 明白了吧 做得不好是因为起点低 罢特但努力了 所以你就算善意地批评 他业务能力不行的话 人家理由也都想好了呀 直接把你堵得死死的 二 八卦不你 你批得像这 等等这些语言 都是因为年少不跟事 那时候不知道这种言论 不应该发在公共平台上 所以私下里说是ok的咯 我觉得吧 我跟阿鱼私下里这么说还行 换一个人估计早就被打死了 你真是人蛋如竹呢 这种做法呢 本身就是素质极低的表现了 你却还要疯狂地回避 我就想问一下肖战的女粉 你们到底爱的是肖战的表面 还是肖战的内在 你是爱她外表的儒雅呢 还是她内心的狂野呢 还是说你就是喜欢这种 说一套做一套男人 仔细想一想 多刺激啊 但是既然如此 你就不要说她天真无邪了好吗 人家明明可会玩了 三 明星是没有义务管理粉丝的 明星和粉丝的关系 不是上司与下属 这属于工作范围之外 对于大众所说的 明星应该管理粉丝 肖战进行了三连反击 这个稿子到这里洗的 就真的太可疑了 首先大众什么时候叫你管理啊 大众一般说的都是引导 官方说的是疏导和安抚 你这样先来一个托方概念 然后自己否定自己洗过的稿 你这不是玩火弦标 玩上瘾了呀 其次 肖战工作室的所得所为 说是管理粉丝也丝毫不过分 肖战粉丝会员会有很强的组织分工 粉丝会不会分配到不同的任务 比如反黑组 空评组 打头组 等级划分也非常的清晰 有组织有纪律 不然你们是怎么做到 一个十分钟的采访 发出后两分钟 就已经有了各种观后馆和评论了 你这不是管理这是啥 你们这是好评 在看养成习惯了吗 在座的各位咸语宝 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吧 你们还记不记得 上次投币是什么时候 弹幕告诉我好不好 四 人热网报 滥用举报 未成年课金 都不关我的事 不是我引导的 所以我没有义务站出来发声 但是粉丝名义发起的公益 都是我引导的 这个功劳步上 是一定要记上去的 给大家晒一晒 我做过多少公益啊 所以说让我们全体起列 为首创 微博转发做公益的赞蛋子 送上一杯卡布奇诺 这份提前对过的稿子 基本上就分这样的四个阶段 主持人只要Q收信号的 四个点即可 面对核心问题 全部避而不谈 对外还要宣称已经道歉了 路人听说当然会更加不满了 对于这种纯剧本采访 可能先生工作时也觉得 没有必要真的去现场 所以虽然主持人一开始就说了 欢迎肖战本尊来到现场 但是后面却有非常多的 让人感觉到不真实的怪异感 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二 肖战真的来现场采访了吗 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 肖战和主持人 基本不可能是真人面对面采访的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 肖战身后的字是正的 身子朝右侧 主持人身子朝左侧 但是身后的字大部分时间是反的 其次6分31秒的时候 主持人身后的字正过来了 身子向右 说明这才是主持人的真正朝向 那我们空间想象一下 如果现场中两个身子 军朝右侧的人 在进行互动采访 那现场会变得太搞笑了 你在多加几个人 都可以玩人体小火车了 对不对 还有一些飞翔说 是因为越轴拍摄 才会导致反字出现 你们真的不要觉得 路人人均小学生好吧 大家即使不是新闻专业毕业的 也会百度 越轴拍摄是什么意思 一看就明白 简单一点说 轴线就是肖战与主持人中间 连成的一条虚拟线 一般采访摄影中 如果确定了在轴线的一边拍摄 那是不会突然越过这条轴线 到另一外一边去拍摄的 这是采访大计 所以即使真的存在越轴拍摄 那还只是能证明 现场哥哥没有排面 给他拍摄的 摄影小哥是菜鸟 连这一点行规都不懂 当然了 你们也可以说 摄影小哥是PVA 这个理由没毛病 我先替你们说了好不好 欢迎小飞侠 继续提出各种高端言论 让大家相信 这是一份诚意十足的 现场道歉采访 或者有粉丝说 疫情期间就算是云采访 也是为了大家考虑 如果真的这么想 那么我们再次为肖战方的周到 献上一杯卡布奇诺好吧 再来一杯 只是建议一下 下次找借口的时候 粉丝口径最好统一 你们可以自检一下 第一个提出越轴拍摄的人 到底是谁 怎么能撒出这么拙劣的谎言 我要是公关 我就说肖战是神一样的存在 他的精神已经和录像一起降临到了演播厅 与真人无异 这只是苏神则是的一种形式 大家觉得我公关能力还行的 扣一个一 我扣零啊 其实我有点怀疑 肖战的资方为了检测粉丝的智商 故意这样敷衍视频 这种道歉后 还能留下来的粉丝 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死忠粉 那我们就要讨论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肖战要一条路走到黑 无底线的重粉被粉 继续提出呢 很简单 肖战的路人员已经彻底的崩没了 无差别对大大小小的文化圈发起举报 无差别的控评各大官媒 但凡原让脑子的路人都不敢跟他站上关系 但是可惜可贺的是 粉丝盘非常的稳固 毕竟光凭着粉丝盘 中美大专烧的光点就可以过亿了 可以说肖战粉丝虽然购买力不高 但是购买欲望非常的强 某些明星的粉丝可能自己有一万 愿意给偶像花一百 而我们的粉丝可能自己有两个币 但是依然坚定的白嫖 小飞侠是那种自己有一百 愿意给肖战花一万 这样的粉丝盘 工作室是一定非常满意 并且不愿意放弃的 所以在光点销量怒冲世界第三 亚洲第一之后 出了道歉声明 实则也不是为了道歉 就是为了顾粉 应该有很多小飞侠本下 也在等一个道歉 这样他们在路人面前 才可以理直记转的说 你们不是要哥哥的道歉吗 哥哥已经道歉了 你们可以不用黑了 这些粉丝好些是花北都没有办法开通的小修生 但是居然坚持不懈的自学成材 靠粉丝群里各种教程 练习专业话术 拿到父母的身份证 爷爷奶奶的身份证 成功开通了花北 普通人家的孩子一刷就好几万 这疫情刚消停 大部分人的日子都不好过 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低谷的家庭来说 很难想象 父母连接知道吉尔卡都被刷爆之后的心情 就这种行为可以称之为死亡开采了 但是资本是不会在意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也不会在意你的人是怎么没的 他们需要的是一份优秀的销售数据 这就够了 我经常在B站上刷到 好朋友是肖战不知道该咋办 没想到都五月份了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事 我这个朋友还真是个研究生毕业 平常也是聪慧理智的人 但是这一次光点一出 他居然到群里劝路人的我们购买光点 姿态之低言语之恳切 我们都不忍心去骂他 只能旁敲色机地游说他回到现实生活中 虽然他回应 不买满105张专辑就会被开除粉级 这条消息是假的 但如果说他现在不陷在一种 近乎极端的粉丝情节里面 就会知道劝路人去买专辑 这个行为本身就很鬼畜 我周围也不乏喜欢偶像 去打榜冲销量的女生 但大家都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购买 从来不会去影响其他的人 即使肖战官方没有煽动105张这个说法 但是在路人眼里 煽动性依旧非常的过分 因为他已经让一个原本聪贵的人 做出了越界的行为 只能说一直到现在 我们看到工作室的引导 基本上都是负面的 每次工作室搞出事情来 都仿佛完美的跳跃在 爱宾浩斯的遗忘曲线上 这个遗忘曲线的意思就是说 人类记忆某些东西的时候 遗忘速度是先快后慢的 所以需要在刚开始的几个周期 加紧反复复习 后面几个周期可以放慢复习的频率 复习到一定时期之后 就形成长期记忆了 那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是不是在二三月份的时候 在单子蹦跶得特别轻快 四五月份虽然稍作消停 但也不忘踩着点出来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消占时间 爱宾浩斯的第八个复习周期是15天 这样看起来 在单子已经进入了 百度都不想说明的第N个周期 超越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 进入了终身记忆的阶段 当然这份终身记忆 除了有工作室的一份功劳 也有小飞侠们的一份功劳 有些飞侠这两天还在十分下方留言 明明当初你们说要他道歉 他道歉了 你们说他发生完了 说他本来就应该道歉 那么你告诉我 难道他还要穿越回去道歉吗 我们对飞侠的执着表示非常佩服 粉哥哥你们辛苦了 这视频都发上去快两个月了 你们还来跟我们互动 闲鱼宝们都没你们这么活跃 所以呢 看在你们这么辛苦的 为肖战发生的份上 送小飞侠们一段话 麻烦Reader担当于子上线 性格写在唇边 理性感性寄于深陷 真诚虚伪硬在同人 站姿看出才华气度 不太可见自我认知 表情里有近来心境 眉宇间是过往岁月 而在肖战这次的采访中 眼神飘忽 鸣嘴能达到数十次 仔细观察微表情 都能感知到他内心 根本就不坚定 道歉也不真诚 总是用竹子来发通稿 都辱竹子了 希望你们用自己的眼睛 和脑子多看看 多想想 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 你们粉那么久 付出那么多 最后终心希望 这是最后一次 我们讲这段子 我求求大兄弟们 不要再刷新我们的底线了 各位飞翔们 拜拜 各位路人大兄弟 拜拜 走之前记得留个硬币 或者点个赞好不好 这方面还是要学习一下 消费家的